在纪念世界人权日前夕,以及维吾尔法庭对中国在所谓新疆侵犯人权行为做出最终判决一周年之际,维吾尔维权人士敦促国际社会追究中共政府侵犯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人权行为的责任。 位于伦敦的独立维吾尔法庭于2021年9月和11月举行了听证会,并与同年12月9日发布裁决,认定中共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人口犯下了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行。 12月8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维吾尔人权项目和维吾尔美国协会等三个维吾尔人权组织的领导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12月9日将被标记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日,敦促国际组织和全球各国政府追究中共对所谓新疆地区穆斯林团体犯下暴行的责任。 12月10日,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在大使馆网站发表声明,敦促中共停止种族灭绝罪行,履行国际承诺,保护公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美国在声明中向北京呼吁,停止在各地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在所谓新疆持续存在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在西藏的镇压政策,在香港对自治承诺的挖解, 在各地任于拘禁抗议,和平公开发表意见者,以及全球性的跨国镇压运动,表示美国持续支持和平抗议的权利,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法治。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第二课12月9日表示,希望就他的前任巴奇莱特提交的新疆人权报告中,认定中共当局在新疆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以及涉及的相关证据,继续与北京方面进行交涉。 巴奇莱特在调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的过程中,受到了来自北京的巨大压力。 在北京的吉利阻止下,巴奇莱特不得已选择在自己任期结束的最后一天,才予以公布此报告。 此报告汇集了有关中共当局多年来对所谓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民族进行的系统性破坏的证据, 尤其是中共当局修建大批击中营,将几百万维吾尔人关押,进行洗脑,酷刑,劫狱,强奸,强迫劳动,家庭分离等等罪行,呼吁全世界对中共践踏维吾尔人权的行为给予高度关注。 中共当局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国际社会持续的关注和强烈的谴责,一些西方国家的议会将中国的这些做法认定为种族灭绝行为。 丁尔克在日内瓦新闻发布会上首次就新疆问题发表了评论,他说8月31日发表的这个报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表达了联合国对人权问题非常严重的关切,表示继续与中国当局进行接触。 每年的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维吾尔人,中国海外民运人士,藏人等群体都会发起抗议中共的活动,然而在白纸革命爆发后的今天,中国留学生却成为了海外抗议活动的主体。 在伦敦中国大使馆外的抗议活动也是由中国留学生组织发起的,该组织代表在集会上用中英双语发言,诉说他们这一代在中共所谓爱国主义的洗脑教育下成长,长期被否定个体价值服从集体的悲哀,而现在他们拒绝继续当国家机器的螺丝钉,打破困住他们的铁链,争取自由。 加拿大留学生说,自从中国出现了彭丽发事件和白纸运动后,他们加拿大留学生也组织了四次抗议活动,而且很多留学生还参加了维吾尔人、藏人发起的抗议活动,说明他们在中共对藏人、维吾尔人的污名化宣传中觉醒了。 并介绍说,温国华有九个组织参加,都有各自的诉求,但有一点诉求是一致的,也就是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释放被捕学生。 同时表示,他们这些来自中国的人有义务和责任,深渊维吾尔人、藏人和白纸运动,并让西方人知道中国的人权状况有多严重。 评论人士认为,海外的留学生由过去的对国内的很多事情默不作声到今天开始走出来,并且走向街头,一波接一波地对中共发起抗议,敢于对中共发出步,说明白纸运动让很多人认清了中共,说明他们在中共极权统治下被长期洗脑中,真正地清醒了,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有利措施,对中共施压,甚至制裁,阻止中国人权进一步恶化,释放维吾尔人。 维权人士以及异议人士等。 中国继2020年发行了1万亿元抗议特别国债财政后,中共当局宣布再次发行7500亿元的特别国债。 学者分析,三年的中共病毒清零政策已经耗尽了地方财政,需要融资弥补财政缺口。 12月9日,中国财政部宣布发行2022年特别国债,三年期固定利率复息债,发行面值7500亿元。 发行日和起薪日为2022年12月12日,中共清零分控造成了巨额财政支出。 光是常态化核酸检测,全国每年就耗资高达2.5万亿元。 一场空前的白纸革命运动,迫使中共激出了新失调,开放了清零管控。 清零政策停止了,并不意味着经济马上就会恢复。 清零政策的后遗症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对中共经济来说,其实现在能够开始恢复,也不会完全恢复到原来清零分尘前的状态。 外界认为,中共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一时之间难以缓解,预估明年还会发行新的债券,或者继续印钞票来填补财政窟窿。